慧問今要由洪理事長以及我們的林院長以及我們的發會委員 接下來我要邀請立法委員審發會致詞 感謝思玄的主持 我們現場林院長王副院長還有主任 還有新聊教養院的各位工作人員 還有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我們全聯會的黃理事長 還有我們各地的幾張空會的理事長 還有我們行政院的顧問 也是我們前頭奔市長 我們徐定貞 許顧問 那今天其實是一個非常感動的過程 對我來講我也覺得說這是一個難得的緣分 這段時間因為我從這一屆開始 就是我們認養苗栗地區 因為苗栗地區沒有民進黨籍民選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這部分區域來認養這個區域 在這幾年的過程裡面 會看到說我們 包括過去這些公職人員在這邊的努力 包括我們許市長或許在投根市長的成績 以及我們有很多年輕人在這邊 他們雖然目前沒有公職的身份 但是事實上長期也是在投入地方的這些公益 以及地方的服務 看到這個 但是其實來這邊這麼久 尤其剛剛有提到 這個我過去的選區是在戲子 寫在新北市的戲子 那這個 但是我們小時候 以前小時候還如果有點年紀的 就知道小時候還有一個叫集冠這種東西 集冠就是 我們也不知道要寫哪裡 我們在戲子出生 但是不知道要寫哪裡 他就寫爸爸的出生畢 我阿公阿嬤 就是我們這裡厚隆人 所以我從小就寫 只要寫集冠我就寫苗栗厚 所以我就是厚隆人 但是厚隆人從小只有掃墓回來 而且掃墓回來那時候 做公路局做很久 也不曉得苗栗在哪裡 以為苗栗比高雄還要南部 那在這個回來苗栗認養這三年 在厚隆這邊 我也不曉得說有個 我們這裡有一個 在這個 已經奉獻這麼久 我們的一個教養院在這裡 這個我過去也真的不知道 那這我也說難得的緣分 因為這個 後來告訴我這件事情 是誰 是我細直的 他們這些地方的公益社團 他們在全國固定的在做一些 社福機構的一些捐贈 跟社福機構的服務 他們跟我講說 這個苗栗 有一間新苗教養院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這個物質量缺乏 他們之前已經有捐贈 但是可能還是不夠 那希望說 例如說 我是不是能夠 能夠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能夠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 這個緣分就讓我覺得 這個我們細直的 鄉親跟我講 我們苗栗的故鄉 的一個我不認識的教養院 我所原來不知道的一個教養院 那我了解 我們新苗教養院其實 在過去 25年的歷史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這個也確實很值得幫助 那因此 這個 我接到這個消息 我就在 第一時間 在臉書上面 我就希望說 至少我臉書的朋友 大家如果知道 大家可以 共襄順舉 能夠 給我們新苗教養院一些協助 結果第一時間 我PO上去 還沒有5分鐘 我們這個 這個洪理事長 就馬上跟我們聯絡 說他們 在臉書上看到這個訊息 他們 這個基障跟報稅代理人 他們非常希望 本來就很希望 說能夠為社會 過去也一直常常在做社會公益 他說有這個機會 也只了解這個狀況 他們就 第一時間就說 他們希望 能夠盡他們自己綿薄之力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都是緣分 因為我也是這 這幾年來在財政委員會 跟財公我們這個理事長 跟我們這個公會這邊大家比較有接觸 那第一時間他們 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就說 他們願意 看他們能夠 能夠提供 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那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因為人都在立法院 一直有很多聯繫 包括地方聯繫 包括整個要處理的過程 那 這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這個 在苗栗這裡 我們這些年輕的 這些政治工作者 他們現在有一個連線 叫做 叫做苗栗新政縣 苗栗新政縣 他們都是年輕人 這個是我們這個 在頭份 頭份的這個 現在是市民代表 這次要參選 參選我們憲議員 我們陳氏選 那再來我們這個是 通 我們通宵 通宵願禮 我們這個翁傑 他是我們 紀法院副院長 蔡吉祥副院長的發言人 非常優秀 所以來故鄉服務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竹男 竹男 我們的下巴 周玉琳 他在下巴 你把口罩脫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他叫下巴 趁面啊 趁面啊 因為很多人 說說說看他 瓜虎寫下巴 都不知道為什麼 下巴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因為他 他講下巴 大家一看到就知道 這是他 他在我竹男的服務處 過去他也是 也是 在立法院擔任幕僚 在地方擔任幕僚 包括這個很多 已經做十幾年幕僚的工作 所以對這個故鄉 投入很多 那這個 另外還有我們的 我們現任的這個 苗栗仙議員 我們這個 徐曉清 好 徐曉清 徐曉清議員 他也是這個 為故鄉服務的一個 優秀的年輕人 那這些年輕人呢 大家這個 在這個 我們這個 徐市長的帶領之下 這次我就接到這個消息 那大家一直在聯繫 地方上面的這些 這些聯繫 包括我們的物資等等 這些 很多的聯繫工作 很多的這個 這個工作 就 就非常感謝 這個我們這些年輕的 政治工作者 大家的幫忙 所以我今天特別邀請他們 來這裡 其實這裡沒有選票 這不是為了選舉 所以他會邀請他們來 就是說大家來 來這裡 特別來感謝 感謝這些 年輕的政治工作者 大家願意做這種 跟選票無關的事情 來這裡 投入這樣的公益活動 也特別感謝 那也希望你們 這個 今年年底的選舉 每一個人都可以 這個 順利 能夠 能夠 心想事成 那我們這個 徐市長呢 也正式是我們 民進黨的 這個提名的 這個苗栗縣現場候選人 那我們苗栗縣 對民進黨來講 是相當艱困的地區 那我相信 所以我們這 我們的提名的 都是真正實在 在地方上 相當受到肯定 我們可以說是在 最平級的土地 最平級的土地 耕耘多年 受到肯定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能夠在最平級的土地 開出最美麗的畫度 那這個 這個 也非常感謝 許市長 這次的協助 那 更重要 這個 我們在這次的活動 整個過程中 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基苗教養院 事實上可以說 是 能夠在苗栗這個地方 這麼多年 做生命障礙者方面的這些工作 確實是有相當的成果 對我們社會 也做出很大的貢獻 讓我這個厚容人 也餘有榮焉 那希望說 未來 還有任何我們這邊 能夠幫上忙的地方 都請 請給我們機會 能夠貢獻自己 一點點黏薄的力量 那特別感謝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機張跟報稅代理人 工會的這些做同仁 他們都有 其實他們現在是最辛苦的時候 現在是報稅的時候 報稅季節 那這個 我們這個機張 報稅代理人 他這是第一線的 第一線 他等於是政府 政府跟人民勒索 要錢 他們 這個是 擔任 這個人民的保母 保護 保護 保護人民 不要被政府勒索太多 這個第一線最辛苦 尤其疫情期間 這個第一線 他們的風險 跟他們的這個 努力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在這裡 也利用這個機會 向你們 致上最 最高的敬意 感謝大家 在這最真正的 真正的百忙之中 今天能夠來到這裡 來做這樣子的 有意義的公益活動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感謝大家 那也祝福我們這個 這個新苗教養院 我們這裡 能夠 能夠這個 願務 能夠一切順利 那我看到這個 也來這邊 特別有感觸 我們的這個 這個新苗教養院的 口號 事實上 跟我們這個苗栗新政線 這些年輕人是一樣的 真誠服務 踏實執行 這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綠色新政線 我們這些年輕人 大家的心中的想法 那這個 在這裡祝福 所有的人都心想事成 那我們這個 希望這樣 因為 也 我們來那時候 也特別這部分是說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這麼多人來 會不會影響 院長也非常 跟他 院長說 說我們在戶外 沒有關係 那也 也希望未來 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有機會 能夠 這個一一的 像我們所有 院內的這些 這些我們的這個 這個 包括我們的這些 這些 護理師也好 我們的社工 我們的這個 教養師 這些 這些我們的志工 能夠一一的 跟大家表達 謝意 那今天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沒有辦法 一一向大家致行 在這裡 特別 感謝大家 為台灣社會 做出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審委員 接下來 我們要 頒發感謝狀 以及大和應 那由我們 新苗教養院 林院長 來頒發我們的感謝狀 那我有請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